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装潢前有哪些准备工作 会建议业主多多少少也要自己了解一点 不然的话呢,都被设计师牵着鼻子走 都被这个工班牵着鼻子走 可能跟你讲的是一套 结果真的做出来的,真的拿来的材料又是一套 所以说自己多多少少也要注意一下 譬如说你需要了解材料的一些什么使用年限 这个木材的使用年限 这个你要搞清楚 然后呢,基本的需求 家庭人口数,然后行走的动线 年长的人是不是要离浴室近一点 不要让他爬楼梯 可能在透天的房子一楼 可能是能够做个孝亲房等等之类的 餐厅应该在厨房的附近 而不是说还要把菜旁得很远等等之类的 客厅应该是在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因为是大家最常相处在一起的空间 对不对 这个要大概的有一些观念 一般30坪的房子里面,主卧室5到8坪 浴室3到4坪 客厅6到12坪 这个也是要看业主本身的需求 有的人呢,业主他可能需要什么 我需要大卧室 客厅小一点没关系 厨房小一点没关系 我家没在煮饭的 对不对 那有的呢 女方做主 女方觉得我餐厅要大一点 我客厅要大一点 因为我常常喜欢煮吃的 我喜欢烹饪 我喜欢有个烤箱 对不对 那我可能不要跟衣间没关系 可是我的客厅跟我的餐厅需要 餐厅厨房需要大一点等等之类的 这个也是要考虑清楚的 再来呢 好,这个很重要的 决定装潢的方式 好,一般来讲会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是全权交由设计师 设计公司处理 就是你的设计 还有你的工程 全部交给设计师处理 好,这个的好处就是什么 最方便 我只需要对一个人就好 我有任何问题 我只要找设计师就好 对不对 那坏处就是什么 你可能要花的钱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设计师呢 赚你的设计费 然后呢还要赚你的工程款 对不对 工程款他也要再筹一手 如果呢 你跟他去你喜欢的家具店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家具店再筹一手 你如果全部都包给他的话呢 很方便 可是呢 你可能要多花点钱 有些人就是 没关系 我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只要对你就好 我多花点钱无所谓 对不对 好,这所谓的 全权由设计公司处理 就是设计跟施工的部分 都是交由一个人去处理 交由一家公司去处理 好,再来呢 图面委托设计师设计 工程自行发包 你可能有认识很多的工班 那你跟设计师买设计图 然后呢 你自行发包 你自行找水电师傅 你自己找这个泥水师傅 你自己找木座的师傅 你自己找系统贵的厂商 对不对 你全部自己找工班 这个好处就是省钱嘛 对不对 我不用过设计师那一手 价钱呢通常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优 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呢 你要花很多的心力 你要花很多的心力 因为呢 这个设计师画的图面 不见得工班 立刻就看得懂 你可能要负责帮他解释一下图面 或者是 像这个阶段呢 设计师也会跟你讲 你放心 我帮你兼工 对不对 可是兼工费你要算给我 就是我帮你设计图之外 兼工我帮你负责 因为 是我画的图 我比较清楚 那些细节在哪里 你工班你长 可是呢 我帮你兼工 那这个也是可以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变成说 什么 你的工程 你自己就要懂得 兼工的流程 施工的流程 这个要搞清楚 或者是你要请设计师 帮你去安排施工的流程 拆除的先进来 然后呢 那个投水的再进来 对不对 装窗帘的最后进来 装家电的装冷气的最后进来 对不对 你要能够安排他们 每天上班的时间表 这个你要搞清楚 那这个就很辛苦哦 工程自行发包很辛苦哦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时间 三不五十要请假的话呢 那你还是花点钱 让人家赚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每天要帮人家开门 每天要帮人家关门 或者是厂商送货来的时候 你要去点 到底那个货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不能今天是订日本进口的 结果给我送一个大陆来的 人家把地砖都贴上去了 你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 人家天花板都帮你封板了 你也看不出来 那个材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到底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需要兼工 然后呢 兼工之外 自己也要长长的去跑工地 这个要注意 再来呢 还有种叫做装潢公司 就是所谓的统包 或者所谓的工程行 那统包呢 可能就是 我可能当初是做拆除的 或者是我可能是做水电的 我可能是做木工的 对不对 我在这个业界几十年了 我有认识很多师傅嘛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把这些师傅集合起来 我之后会走嘛 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统包公司 那统包公司跟设计公司的差别 就在于统包公司 它可能就是帮你把工程全部包下来 可是呢 设计就是基本的设计 基本的设计 它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出 平面图 没有办法给你出3D图 没有办法给你出泥针图 对不对 可能就是用嘴巴跟你讲 这边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做 你听得回傻傻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 你如果自己会画设计图 你把你自己家里面图形画好了以后 交给统包公司去做 那也可以 对不对 看你是设计要自己包 还是工程自己包 或者是都给人家包 那就是看你自己决定 对不对 通常呢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设计的话 我们可以自行去设计看看 对不对 用一些图片啊 我们也会autocad啊 等等之类的 我们自行开始把自己的家里面的平面图 先画画看 画好之后 只要有尺寸的部分 那我们交给师傅 让师傅呢 看着图面做施工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不过兼工就要自己去兼工 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是所谓的装潢公司的同胞 他可能设计上 没有像设计公司这么专业的 这么专心的在替你做设计 因为他可能不收设计费 像这种公司呢 基本上就是直接跟你 打的 主打的强项就是 我不收设计费 我不收设计费 那你想 他不收设计费 他会有那么多心力 帮你坐在电脑前面 画autocad的吗 其实 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OK 好 那设计师呢 是因为跟你收设计费 譬如说他一瓶收你4000块 对不对 你一个30平的家 他可能就收你12万的设计费 他当然 平面图 立面图 3D图 全部给你做得好好的给你 那这种统包的 他跟你说 我不收设计费 你跟他要图面 他或许没有 或许就是简单的平面图而已 你跟他要什么立体图 泥针图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因为他跟你讲说 我不收设计费 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了 OK 他们负责工的部分而已 好 再来自行设计 自行发包 最省钱就是这个 自行发包 然后的部分DIY 对不对 比如说油漆我自己来 可以啊 一些小小的木工 这个我自己来 水电我会 那我自己来 那没有问题 部分DIY 对不对 或是完全DIY 那就你可能就自己本身就是同胞的厂商 自己就是头醉的师傅 对不对 你才是完全DIY 好 好 再来 确定装修的时机 预计搬家前三个月最为恰当 甚至都是拖到半年 或者是拖到一整年 有的设计师很忙 或者是有的业主常在国外跑来跑去 你要等他回 你要等他回国的时候 你们才有时间去洽谈这些东西 好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起码三个月 或者是半年以前 你就要开始找设计师 因为你可能会找好几个设计师来比较 对不对 比较风格 比较手法 比较价钱 好 你可能会找好多个设计师去做比较 好 那如果你很敢的话 你可能 比较时间没那么多 你或许就 就 会找到不是那么好的 或者不是那么喜欢的 那也不一定 OK 好 这个要搞清楚 好 再来呢 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工期中断的时间 有时候你可能会卡到连续假期 尤其是年假 一般的假期师傅也不太修 就是修年假 对不对 修年假 就等于说你整个工地是空的 工地是空的 如果没有人帮你看管的话 你里面的机具 里面的所进的材料 可能会被偷走 好 等等之类的 这个要 这个要搞清楚 好 好 再来 或者是你的家具是进口的 对不对 你到泰国去挑 最后从泰国海运回来 那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算清楚 家具进来的时间 好 等等之类的 好 好 再来呢 施工图的确认 基本上呢 施工图确认以后 大家签名盖章 签在合约里面 以后呢 就是一图施工 好 一图施工 那有一些业主 设计师画的平面图 立面图可能看不懂 那可能业主就会跟你 那业主或者是设计师 就会拿3D图给你看 就是用 像用SketchUp啊 或者是用3DMath啊 做的那种立体效果图 给你看 好 那也可以 那不过立体效果图呢 通常都是要收费的 好 像一般你们看到3DMath 那种泥针的 你分不出来呢 这个照片到底是 呃 现场拍的 还是电脑画的 像那种图面 基本上 如果你是在统包公司的话 你非要这样的图面 他们也会伸给你 好 他们就是找人家做 就是外包请人家做 做好之后 可能跟你收个6000 问你说 哎 你要我画这张可以 可是呢 我也是请人家画的 可能要6000或8000 那你要付 那你要不要付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是设计公司的话 那基本上 他都会帮你处理 因为他有收你设计费 设计费也不便宜 对不对 一瓶 四千五千 算四千块就好 四十平的房子 就收你将近十六万 那出个两三张三滴 那是没有问题的 统包就不见得了 或者是 你自己找个木工师傅说 哎 你帮我把这个家里面 天花板 这个还有地板 做一做 柜子做一做 你跟他要三滴图 他可能也没办法 对不对 木工师傅他可能也没办法 这个要搞清楚 好 再来呢 合约的内容 这个呢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这个先暂时跳过去 然后呢 材料的确认 这个要很清楚 你的监工 现在很方便 都有line 对不对 进什么货 拍照 马上传给你 你是业主的话 你或许就不用每天跑工地 对不对 请设计师也好 请你的监工也好 今天进了什么货 拍照给我看 今天进度到哪里 拍照给我看 对不对 顶多三不五十 突袭检查一下 就ok了 好 这个材料的确认也很重要 因为你是花比较高的钱 结果没有拿到比较好的材质 那是有问题的 好 确认工期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施工前的保护工作 对不对 你今天是大楼的话呢 你可能呢 从大门进来 一直到中庭 上电梯 从电梯出来 到你家门口 那一段都要做保护 不然你装潢 你把公共的东西弄坏了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保护措施 这个我们也以后也会讲到 好 好 再来呢 找设计师 看看自己有没有图面规划的能力啦 好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以后都会慢慢的跟同学讲 好 好 再来 好 现场监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好 因为呢 你现场的监工 不管是材料 颜色的确认 瓷砖 木皮的纹路 墙面的颜色等等 好 需要有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 需要你 需要有监工 当场做确认 或者是呢 设计师当场做确认 好 或者是业主当场做确认 好 这个要越早处理 越能够减少成本的增加 好 这个要搞清楚 好 好 施工期间呢 保持每一天到两天 要去现场一次 通常比较负责的设计师啦 好 除非真的太 那个路途太遥远 如果说 我住台中市 设计师也是台中市的 通常每天都会去 你没有去 你是监工 你没有去 将来出事情 拆掉 工期延宕 拆掉的费用 将来新增加的费用 如果业主不给你 你要自己吸收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不去也不行 好 师父呢 他就是挑他好做的做 挑他方便的做 今天材料送来 今天地砖送来了 如果材料做出 如果送来的这个花色不对 师父怎么办 如果师父找不到你怎么办 如果他也不知道 或是说他找不到你怎么办 就做下去了 要不要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今天不做 那我今天工算谁的 今天我今天没有做 那今天的工资算不算 我一天出来三千 那你今天不给我 那我只不就没有赚到了 对不对 那我明天之后我要去别的地方 你这个地方我可能就要停下来了 所以说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设计师要 或者是监工 你要确实的在现场去看 哪里有问题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工法 要去看 因为有些师父啊 他就是挑他简单的做 挑简单的做 可是不见得那是好的工法 可能不耐用 可是呢 他觉得他方便 他可以节省多时间 那他就是照他的方式去做 所以呢 这个要搞清楚 好 像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没有办法常常到施工现场去 去的时候通常是五点钟 师父下班的时候 二手手 对不对 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还是要请一个监工 或是请设计师帮你去看 会比较好一点 好 再来呢 检视屋矿 对不对 你的屋矿呢 工越少 施工越简单 那风险越低 价钱就更便宜 新房子的水电 基本上都不需要更新 地板都不需要更新 甚至油漆都帮你刷好了 对不对 你也不需要去动到 那老房子的话就不见得了 好 那先这个收入的支出啦 这个要搞清楚 装潢的内容 好 然后呢 怎么找设计师 杂志网路都会有 对不对 再来就是什么 亲友推荐 或是我隔壁的邻居 他那个设计师不错 我也就请他介绍了 通常都是亲友推荐 居多 网路上找的话呢 有的时候会怕到 怕遇到那种装潢蟑螂 对不对 收了你的定金 可能就不见了 好 或者是呢 一直给你追加工程款 你也很麻烦 好 这个呢 就是自己要小心 好 仲介 仲介也有 合作的室内设计师 通常呢 仲介合作室内设计师 通常都是自己的 好 我之前遇过呢 姐姐是仲介 妹妹就是室内设计师 对不对 全部都是自己 一条龙服务 对不对 OK 这样也不错 好 上网啦 或者是看网路啦 等等之类的 那设计师有分什么 自立门户型 通常都是自立门户型居多 不太可能会去养工班 工班都是找师傅配合 不太有什么设计师呢 不太有可能哪一个设计师 设计公司 其实是养了一堆的师傅 比较少 不太可能 就算是 你的工作很多 你顶多就是跟那个师傅签 长期合作的约 你就被我包了啦 你就被我包了 我有工作 我一定排给你 OK 好 设计师提供的服务 现场勘验 丈量 对不对 平面规划 透视图 然后呢 施工图梭 对不对 你要做设计图吗 要有一个详细的图面 然后呢 帮你做工程估价 施工兼工 之后呢 通常会有一年的保固期 等等之类的 好 那 如何鉴定设计师的专业程度 丈量的尺寸是否正确 设计的风格 图梭是否清楚 等等之类的 好 通常都是看他的成品 如果说我隔壁邻居新装潢好的 你觉得材料用的不错 工很细 然后呢 打听一下价钱又不高 对不对 价钱又合理 那你找他介绍 当然就比较妥当一点 好 因为你有看到实际的作品在那里 好 这个丈量的部分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好 好 这个大概的 这个以后都再说 以后都会再讲到 好 好 这个是我们会讲到的准备工作 OK